赵健安夫妇用爱养育流浪儿 赵健安是土生的中国小伙 罗娜是地道的美国姑娘 这对异国情侣牵手二十余年 如今漂亮的女儿天诺神学毕业了 赵氏夫妇前来芝加哥参加她的毕业礼 那是多么温馨喜庆的场景 可是谁会想到二十三年前的天诺 却是个弃婴 而此时喜上眉梢的爸妈 也不是她的亲生父母 更叫人惊讶的 使赵氏夫妇拥有像天诺的儿女 不是一个 两个 而是上百个 患上顽疾 信耶稣得医治 住在西安的赵健安 十五岁时得了一个顽疾 婴儿非常忧郁 根本不知怎样 也没法治理 就在那时 她听到邻居说 北交铁路东村 有个得了不治之症的孩子 信了耶稣后 病就好了 第二天 她便去找那个邻居 说要信耶稣 当时我们一起跪在砖头上 祷告三次 当我再到医院检查时 医生诧异地证实我的病好了 此后我就一直去教会聚会 认真地追求认识神 她清楚知道 神用特别方法拯救她 好叫她一生跟随主 美籍教师 爱中国 嫁华人 1983年 原居于美国北卡罗州的 罗纳 罗尔 是家中第三代虔诚基督徒 她21岁 在惠顿神学院毕业后 便到了台湾的芥菜种教会 当义工 罗纳非常爱中国 在台湾的时候 一位老牧师为她按手祷告 说 愿上帝把你变为一个中国人 赵建安说起她与罗纳相知 相爱的经过时 语调特别柔细 1986年 罗纳到西安交通大学教书 1990年 我和她在家庭教会中认识 一年后便结婚成家 然而 当这对夫妇还未开始计划 生育孩子之际 神就把两个人家的女儿赐给他们 赵建安说起当年事 扔不住的感恩 有一次我出门几天 回来时 竟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女婴 那是一位姐妹捡来的弃婴 当问罗纳想否收养她时 罗纳连声说好 就这样 我俩便有了第一个女儿 安诺 即后 母亲跟我们说起 到医院探命时 得知那儿有一个腰间长流的气阴 罗纳让我去看看 若是还在 便抱回来 于是 天诺就成了我们第二个女儿 赵建安夫妇和孩子们 收养七婴 党委会除教习 收养了两个孩子之后 学校和公安就来家里查问 并警告罗纳要把孩子送到福利院 否则不准她继续教书 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唯有把孩子送到一位姐妹家站住 一周后 当我们带着拉肚子的女儿 去儿童医院看病时 竟又在垃圾桶旁 看到一个全身赤裸的男婴 一眼就看出她有严重的唇裂 吐唇 赵建安夫妇及时泛起怜悯的心 等了五个小时 围观的人都散去了 也没有人前来认领这个孩子 他们就抱了她回家 取名以诺 以诺的出现让很多人忧愁 甚至是我 但罗纳却欢天喜地地给父母去店报喜 我们又有一个孩子了 校方对罗纳在半年不到 已收养了三个孩子时 很是不满 经党委会研究决定 她必须离校 而公安局也不再给罗纳办理签证 校方还通知陕西其他大学 不要再给她提供教习 为而手术离西安往上海 以诺的到来 引来了很多指责和埋怨 甚至是信徒 养那么多 还挑个有残疾的 又因此丢了工作 也有当医生的姐妹劝她 趁着感情不深 不如扔了吧 弟兄姐妹的不理解 让赵建安夫妇内心很痛 在艰难里 神的话为他们指明方向 圣经真言二十四章十一节说 人被拉到死地 你要解救 人将被杀 你需拦阻 赵建安夫妇 赵建安夫妇因着这三个宝贝 决定终身不生于自己的孩子 因为已确定有了属于赵家的骨肉 赵建安夫妇为了三个收养的孩子 毅然离开西安 前往上海 但上海的住房实在紧张 结果他们在一年内搬了十次家 后来 神感动弟兄姐妹 在广州为我们预备了居所 且就到那儿住下 其间 以诺要到上海 做第二次手术 我分别寄出了四封信 给四位姐妹 请求接待 结果只有一位姐妹回复我 对不起 我们的负担不在小孩子 帮不了你们 赵建安认为 既然已约好做手术的时间 必须启程去上海 而当时 赵氏夫妇的护照 都寄回西安更新 恐怕连在上海住宿都成问题 然而 赵氏就凭着信心 一家五口登上火车 办美签证 背诵圣经过关 在火车上 给孩子洗手时 一位女士听到我和孩子说话 就问我 你是北方人吧 是 我也是 后来 她到我们的车厢聊天 当知道我们收养了三个孩子 还为他们治病时 就主动问 有什么要她帮忙 我们将实情相告后 她说 可以住进她工厂的招待所 到了上海 那位女士 给了她们多方的帮助 代代两个孩子 好让她们可以安心 陪伴以诺 去医院看病 后来还买了营养品 和水果 探望以诺 甚至为他们预备了回广州的卧铺票 赵建安感恩地引用圣经诗篇 四十六篇一节说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一九九二年 赵建安回西安办护照 科长问 三个孩子多大了 三岁了 护照一起办吧 她一下子愣住了 孩子没有身份的问题 居然一下就解决了 原来 上海文汇报记者 写了赵建安夫妇 收养三个孩子的故事 被很多报章杂志转载 处长看到 就跟科长说 要给他们赶紧办护照 有了护照 我们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 从南美洲来的签证官员 知道我们有两个残疾孩子 认为会给美国增加负担 拒绝给孩子签证 赵建安相信 圣经诗篇 二十七篇十节的话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于是 过不久又再次去签证 来自台湾的官员 听到他说国语 并问 你是基督徒 是 你被一段圣经 赵建安脱口而出 圣经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一至二节的经文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结果对方回说 好吧 我给你签证 收养帮助 流浪儿获新生 到孩子六岁时 就不用为他们换尿片了 赵建安说出带孩子的苦与乐 最开心是孩子们叫爸妈 2004年 我们带了二十多个孩子 在山西长治传福音 做见证 孩子们很懂事 帮我们背包 找座位 互相照顾 他从孩子身上 得到的满足 已写在脸上了 三个孩子大了以后 我们又捡了四五个回来 现在家里有八个孩子 包括流浪 找不到家的 又来自四川山区荣雅的 太原郊区脑滩的 和广州火车站 患唐氏综合症的 其间我们收养或帮助过的流浪儿 超过两百名 给他们传福音 送他们回家 并借机向他们家人传福音 从赵建安夫妇里面所彰显出来的 绝对是非一般的爱心 勇气和力量 而他们的梦想 是希望有一个关爱中心 可以安置那些有需要的流浪儿 相信有一天 神必开路 消息 是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 也要不能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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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光的 不是 想让它再闪 一次 我们的历史 耶稣救你 耶稣救你 那一生命中最大的徬徨就是 耶稣祂能救你 求你脱离脱离罪恶宣誓 带你净土进入光明国度 耶稣爱你 祂能救你 耶稣永远爱你 耶稣永远爱你 祂能救你 耶稣永远爱你 祂能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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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能救你